Hello 先生小姐歡迎你回到Loser Club 我是艾佬 現在呢 我們搞一些其他東西 那不是玩video game 是玩board game board game的video game版可以叫做 那整個system 整個program 或者整個game 名字叫Tabletop Simulator 基本上有在steam的話 你也會看到它是正在得價的 現在好像20%off 所以我跟一班朋友買了幾個pack 現在好叫多人玩 那我也是自己錄了一些我玩的game 基本上在玩Battle Star Galactica 那我就跟朋友玩的 玩都還沒玩完的 不過就先錄了 另外就是都會準備完結 不過anyway 由於是在玩遊戲的時候 如果到時候看到我的影片 會看到我有時候在玩遊戲 嘗試會講解一下遊戲是怎樣玩的 但是很快就會被人disturb了 因為都在玩遊戲的關係 流程都在進行 所以我也是打算另外開一段小片 講一下Battle Star Galactica 怎樣玩的 基本上這遊戲也推出了一段時間 是Based on一套電視劇 就是叫做... 看看能不能找到名字 沒有啊在這裡 先移動一下 好 移動一下 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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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好像七幾年前是一套電視劇 後來再重新再拍過 我也是拍了一套挺好的電視劇 然後就是Based on這套電視劇 再製造了一隻board game 就到了 整隻遊戲連同不同的展覽 它出了總共三個展覽 Basic Core Game是BHG Battlestar Galactica 另外第一個展覽叫Pegasus 天馬號 可以按嗎? Pegasus 有多一點東西 還有其他人還有卡 之後再出了一個叫做Exodus Exodus是一個聖經出埃及的東西 總之叫做逃亡 走路 多了一個board New Carbrica也是Pegasus 不過這次再說 多了一塊board 另外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然後到最後一個最新的 Expansion 叫做Daybreak Daybreak多了一個Rebel Bay Star 還有一隻Demetrius 兩隻船 另外有多些卡 多些人 每個Expansion都加些人 加些不同的東西 但遊戲基本上也不錯 在Board Game Geek上 好像排23、24 也不錯 也不錯 而且我跟朋友也挺喜歡玩的 也經常打算拿出來玩 但是 因為也沒有空 最近還在玩Star War Inperial Assault 所以 也沒時間玩 不過 因為Tabletalk Simulator出了 所以我買了回來 也在Workshop找到這個版本 基本上如果在Workshop看到的話 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Guard Expansion 我沒有下載 另外我下載了Battle Star Galactica 的PECD 基本上是Pegasus Exodus Core Game 和Daybreak 這個版本一次過 就把所有的Expansion混合在一起 如果是 有興趣玩 有興趣玩的朋友 可以另外找回 Battle Star Galactica 加Expansion 那個Pack 那個MOD 那個就會有 不同的東西 是還沒混合的 不同的Expansion 還沒混合進去 可以自己再收拾進去 這個都齊了 那好啦 基本上 講解一下遊戲如何玩 整個遊戲 基本上 故事情節就是 一個人類 離開了地球 之後 去了 宇宙的另一個地方 開發了十幾個Colony 十幾個殖民星 後來 他們做了一些機閃 然後機閃 反叛人類 和人類戰爭 打完 打了一次戰爭 叫做和平了 大家都 沒什麼進展 人類對不倒機閃 機閃 對不倒人類 然後 很過一段長時間 好像也二十幾三十年之後 那 那些機閃 這套劇叫Sylon 那些Cylon 就是 做了一些和人類一樣樣 有血有肉 有感情之類的 機閃身品種出來 那本來的Cylon是這樣的 機閃 整隻鐵甲威龍 然後做了一些人出來 那些Cylon 就變成這樣的樣子 還有這樣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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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些嚇到人 那些人就不發覺 於是人類的防線又被突破了 那 陷...陷續鏟 全部死了 那死了 一隻船 還有一部分小量的 那些Cylon 那樣子 好像只剩下四萬幾五萬個人 那樣子 於是就去逃離了以前的13th colony 不是12th colony 那離開了以前的地方 去找一個新的地方 做人類的家庭 那...人類的星球 那...人類的星球 那...而另外 但是那些機閃 那些殺人娘也死死不死 那所以就派了一些船 去追求那些人類來打 那...這隻遊戲呢 就是基本上 是... 發生在... 走了之後 那... 船上面 就... 已經是剩下最後的人類 但也都是有些人 有些機閃啦 按掉人類的... 呃... 你... 你的... 的... 的... 那... 好 等一下 噗噗噗噗 這樣... 那... 那... 那麼... 首先就是說 有兩個陣型的 人類的陣型 人類陣形是是跟随過不同的劇情 或者不同的任務 如果你去Cobrol的話 基本上距離達到八次 然後再跳多次就有勝出 例如是Ironian Nebula 有不同的東西 或是Neo Carbrica 有不同的東西 或者有地球 有不同的東西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完成條件 但最主要是每次的地點就抽到一個地點 把地點加起來等於下面8個數字 然後再跳多次就可以離開到基本上是贏遊戲 當然要有四種不同的資源 資源要在未用完之前 這樣就可以跳到距離 然後再跳多次就結束了 例如8個數字 我們把我的地點卡抽到總共8個 2 1 3 5 7 加上多個數字 然後再跳多次就結束了 然後人類就贏了 Cylon就調轉 我現在講的是最基本的設定 因為加上廣告之後 有不同的完成條件 每兩邊都有不同的完成條件 才可以分成勝負 Cylon很簡單 將其中四種資源的其中一種降到零 或者將每次有些飛船的攻擊 攻擊大船 如果有六個地方被傷害的話 基本上就是將所有傷害 token 然後全部都要抓出來 如果全部都要在不同的位置 你會看到每個有不同的地方 對應相對的地方 例如這條 rot 我沒有在這裏的傷害 所以放在 command 抓快出來之後 然後將傷害 token 把不同的圖片都蓋上去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FTL 然後這個炮炮 把幾個圖片蓋上去 船就爆了 然後人類就輸了 基本上勝利條件兩邊就是這樣 那怎樣 Determine 哪個人是好人 哪個人是壞人 就是這個遊戲的精髓 可以說是 好了 先收拾一下 我們先進去 這邊 這裡有很多deck 這裡有些叫做 Human和Cylon 每次跟著不同的玩家數目 我們會收拾不同的卡數 譬如我們 遊戲最optimized 是五個人玩的 你看到他Creating the Loyalty Deck 這個Loyalty就是告訴你 人是什麼陣型 有 Cylon 還有 Cylon 還有 You are not Cylon You are Cylon 另外其他東西 其他Simplicer的東西 就是讓他再玩一點 那 很簡單 譬如我們現在五個人玩 Draw兩張 You are Cylon 先把You are Cylon 先洗乾淨 先把一張洗碟 先把一張洗碟 洗好 然後根據一個圖像 這裡 我們先Draw兩張 我們不會看到Draw的時候是蓋起來的 不會告訴大家 這兩張Cylon是什麼 但是這是一個笨mitt 不會告訴你是什麼 因為每張You are Cylon都是不同的效果的 大家就可以看到 parliament Review this card,if you are not in a break,damage之類的 然後...好,先翻轉 打完它 然後呢 我們拿8張的You are not a Cylon的卡 我先用1 因為You are not a Cylon這些都是有不同的東西 但Basic deck基本上 Basic deck只有You are not a Cylon這張 最Basic就是這張 Our task indicates that you are not a Cylon Although you can never know for sure 基本上會是這樣的 或者有些是不同的 加了不同的expansion的話 就會變了有不同的效果 我們另外多8張 另外加上Exodus的expansion 會多多1張 所以總共會多多9張 這裡有9張 接著就把東西 剛剛...等等 接著還有... 我們在這裡 5個人是沒有三連打 所以是不會加SIM FIRE的 接著就把東西搭起來 這裡有11張 洗勻它 洗它最後 11張 等一下... 有這麼多嗎 You are not a Cylon 對...8張 2張 10張 11張 沒錯... 總共是11張卡 接著我們就把這些卡 每個玩家排的一張 可能你一張 我一張 他一張 Tommy一張 Peter一張 這樣 接著每個人一張 這些是自己保持 自己保持 什麼東西就自己保持 不要告訴別人 因為遊戲最主要是secret 不可以告訴別人 你手上有什麼卡 你手上的那些 全部是不可以告訴別人 還有6張 怎麼辦呢 這些就一會兒 再處理 好...看看 有沒有人是Cylon 這些是自己看的 自己看完有沒有告訴別人 不可以告訴別人 也是 看完 例如有個Cylon 例如是... 剛剛那個... 那個... 好像是... Peter 對 Peter是Cylon 那... 他就會... 暗中地去做些事情 去破壞這隻船 那... 其他不是Cylon那些 就是努力負責 保住這隻船 不要死 那...有什麼事情 就... 自己... 犧牲小我 可能都要有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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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Round 基本上的流程 就是... 例如我們先選了人 那... 那... 每個角色都有... 不同的能力職 那... 或者不同的角色的職位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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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 那我們講回BASIC那些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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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了之後呢 比如五個人玩 首先第一個人選擇黃色 這遊戲是要平衡顏色的 不可以說五個人都選擇黃色的 基本上是支持的 也是不理會玩的 比如第一個人選擇黃色 第二個人就要在剩下三個顏色選擇 不可以選擇黃色的 要等到個數目平衡 藍色是幾時都可以選擇的 你五個人都選擇藍色 理論上是可以的 不過正常不會玩的 第二個要選綠色或紅色 可能我選沙伯 然後可能他選一個Helio 基本上顏色齊齊了 然後可能剛才是Tommy Tommy不想選擇藍色 不想選擇藍色可以選擇Mutile Leader 最後一個 基本上可以選擇黃色和藍色選擇 基本上要平衡顏色的顏色 不可以說一個顏色就獨佔龍頭三張紅色 一個是不可能的 選擇完之後就跟回你的人 下面你見到setup location 放回你的公仔 然後就描卡 每張卡有不同的東西 上面有個名字 有個樣子 有個劇照 下面劇照 右下角有3Leadership和2Tactic 這就是他描不同的卡的數目 有六種卡 有一個Expansion加上他的Tretory 一個奸計 陰謀 然後有Politic 、Leadership Tactic 、Pilot 和Engineering 總共有六種卡 根據自己每個圈道理的時候 根據你自己手上的卡 他現在是描不同的卡 譬如Adama這樣 他描三張綠色、兩張紫色 兩張紫色 在那裡 好 描了 3張綠色、兩張紫色 先放在那裡 找個地方放 放在那裡 我自己有Play Area 全部放回它 看看自己抽了什麼 好啦 然後每個人的每個Action 就是 他每個人有兩個Action 一個Move和一個Action Move就是 譬如Adama 他在ML Quarter 可以走到不同的地方 做不同的事情 每個地方有不同的效用 這些全部都是Action 你可以做些什麼 例如 Band Control 可以射一些船 ML Quarter 可以運人去坐牢 唯獨是兩格式杯和Break 是Hesited Zone 這些Hesited Zone 游危險的地方 你不會自己主動走進去的 只可以有些Event 有些行動 例如 ML Quarter 可以選擇一個人 運他去坐牢 可以減自己運他去坐牢 這樣 進去 做完兩個Action 或者 如果不選擇Location 的地方去做事的話 可以選擇用你手上的牌 手上的牌有些不同的Action 例如Executive Order 或者Action Launch Scout 可以選擇不同的Action 每個人一個Move一個Action 做完之後 就到這遊戲的最重要的部分 抽 Crisis 每個人 先說一下 其實還有東西要說的 右邊的Military Leader 下面下面有兩行能力值 上面一行基本上一個長期都有 總之你條件適合的話 就可以發動的能力 比如一個Inspirational Leader 所有拿到的Crisis 當他的Round drawCrisis卡的時候 所有一String的卡都是Counted Positive 然後 下面 Command Authority 叫做 Once Per Game Ability 或者叫做 Miracle Ability 就是奇蹟能力 每個Game只可以用一次 或者如果是 玩Day Break的Expansion的話 可以玩多一次 多數 通常只有一次 或者多一次 好了 Once Per Game 例如你 After Resolving Skills Instead of Discarding Use the Skill Card Draw Them Into Your Hand 很多不同的東西 下面 Emotionally Attached 是你的缺陷 那你是 有什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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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他身為一個 男長 但是呢 不可以Active Emeral Quarter 例如有些人 例如 Sharon Sepra Agent 這個比較難解決 這個比較難解決 這個 Family Commitment If you are not On Galactica Draw One Fewer Skill Card During Your Received Skill Step 譬如平時 他是捉五張的 但如果他不是在Galactica 例如在 例如在 例如他可能在 Pegasus 或者在Colonial 1 或者Demetrius 不同的地方 他捉少一張 只是捉四張 自己選吧 選一個捉少一點 可能只捉兩張 一張六 兩張紙 基本上人就是這樣 Crisis 先說一下 Crisis 基本上就是 每個Round到最後 一定要抽 有什麼 預見什麼危機 有危有機 你見到左上角的數字 基本上是告訴你 這張卡 這張卡的難度 9 即是要卡的數目 這張卡的數目 這些數目加起來 大個 或者等於9 你才可以PASS 下面 不同顏色 這裡有五格 不同顏色 有六色 這張沒有 這張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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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有不同顏色 黃 綠 紫 紅 藍 不同的 紫色 和紅 是代表正數 其他顏色 例如藍色 是代表負數的 然後每個Player 他就輪著 由 Active 之後那個Player 開始出卡 他可以出 任何數量的卡 總之手上 手牌數目 但每次 混合 每次出卡 是要蓋住他來出 例如 譬如 他可能是好人 讓他先翻轉 幫助 他可能會點紅色的卡 例如出兩張 紅色 還有一張紫色 有多少是 先彈開一點 先彈開一點 可能他就出兩張 出了兩張放在這個位置 那我就不可以告訴別人 你出了什麼卡 例如不可以告訴別人我出了一張紅色5 和一張紫色0 不可以告訴別人我出兩張卡 這個數目一定要說給別人 另外最多說很大力 略脹免力或者沒什麼力 不同的東西 然後可能每個人出 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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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這樣的樣子 有些人這樣的樣子 有些奸人也會出這些牌子 把這些卡拿完之後 最後再在Destiny那裡 拿回兩張 Destiny是在每疊deck那裡拔兩張 每疊deck那裡拔兩張 然後放在那裡 隨便吧 有它吧 不要理它了 然後在那裡拔兩張出來 一張 兩張 最後把這疊deck洗勻 然後我們掀開它 放在那裡 看看適合的數目 適合的顏色 綠色是不對的 綠色是不對的 紫色是不對的 黃色也不對的 把這些對的顏色 交回不對的數目 減回不對的數目 譬如這裡是1,0,5 即是6 基本上是衰硬的 另外1,1 減回這些數目 1,1 5 即是減7 6,減7即是負1 那是衰弱的 基本上你是會過fail的 那個 那個 penalty 例如減一fail和destiny 那些船在那裡 那些Raptor 基本上是做一個skill check 選一個 即是九度 或者可以選下面那個衰弱的 直接減一度寬 那 那 當完成了之後 譬如我們衰弱 我們減了fail 在fail 拔著一顆 fail 現在剩下7 另外destroy了Raptor Raptor在那裡 那些是Raptor Destroy了它 扔掉它 那就OK了 然後 完成了之後 把這些卡洗開它 跟不同顏色洗開它 例如紅色放在那邊 這樣 這樣 放在Discard pile 那裡 那當你沒有了那些卡 之後 再洗穿它 再用過 好了 那 那 完成了上面的skill check 或者crisis之後 下面 然後左下角的 就有些不同的token 那些基本上叫 Cylon Fleet的movement 那它的activation 那你見到牛角包的話 就動這些小船 動這些小船 那它目標 是追著一些 Serviline ship 打的 那它可能飛過去 那它 看到一個公仔 就會動這些牛角包 那如果下面 那些公仔 就是 Base Star 開炮 射的船 或者另外 傳譯 或者剛剛好 有 Heavy radar 就是重型船 那如果有重型船 沒有的話 它會生出來 有的話就會一直走 然後走去這個地方 然後走去這個地方 如果這個位 有出入口的話 那它會登船 登船之後 就把機械人的boring party上來 如果這個boring party到最後的話 那人類都會輸 那每次activate 有這個符號的時候 就activate這些 那如果這些飛機仔 去到這一格之後 那它可以攻擊的 那它每次 到它下一次再出這個公仔的時候 那它就會攻擊 每一隻船 然後打一隻船 譬如這裏有三隻 這樣就打了兩隻 那我反過來 看看扣什麼 那我扣3個population 這樣也蠻麻煩的 可以拔3顆 好 3顆 這樣扔掉它 那population死了 就沒法 那些東西沒有了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不會再重複 再打敗你的船 因為沒有了 然後這些東西就留在這裡 那 然後最後呢 就是 去下面 你見到右下角 有個閃閃的 有些卡就沒有閃閃來 那這個就是jump preparation 那每次我們有jump preparation 在行業那裏 那 那 每次有那個符號 就動一架 那我們去到這裡開始 就可以嘗試自己去 去夾硬 jump 然後 如果 見到五個符號 去到這個jump autodump的話 那就jump了 那身為船長那個 就會每次搜兩張 然後呢 就自己選一張 來決定 做去哪個destination 譬如這裡有東西 loss one fill 然後可能會game fill 這樣 或者直接去三格 但是loss three fill 那 看看 可能會是 看船長 到底他是西蘭 還是人 或者我們人類的資源 有多少 那 可能如果是西蘭 西蘭的話 最想拖著人家 玩久一點 可能有時候 就算扣少少 feel 給人家有機會拿到東西 都不要緊 那 反過來 可能人類的話 可能想快點完 快點完 那隻jump 減三feel 這個都會是一個選擇 然後剩下的一張就 笑在底 然後呢 這張東西叫resource 放在外面 然後跟著上面的一個 上面寫的東西 叫loss three fill 這樣 拿回3 fill 剩下4 fill 很快就收起 所以 要自己留意著 當我們的destination 去到4的時候 或者以上的時候 Slipper agent phase 就是 基本上 劇 劇裡面 有些人 好像一個 Sharon 她是一個機械 叫Sharon 她本身 不知道自己是Sharon 於是她 摸到程度之後 就會再派卡 再派卡 每個人 你一張 他一張 我一張 Peter一張 Timmy一張 剩下一張 每個人又會再拿多一張 那本身 原本 原本 不是 剛剛 這裏全部都是 Sharon 可能本身 不是Sharon 那些 到最後會變成Sharon 那這裏 將來是Sharon 沒錯 那 令到遊戲的變化 會大了 因為本身 可能只有一個Sharon 因為你一開頭 不知道自己有幾個Sharon 可能一開頭是零個Sharon 一開頭你開遊戲 四個Destiny 之前是零個Sharon 突然變成兩個Sharon 或者可能一開頭已經有兩個 到之後是沒有加到 都有可能 那變成了 令到遊戲的節奏會不同了 那 然後 那 如果 將You are Sharon 這張卡 先拔出來 那 如果 你這麼不幸 兩張You are Sharon 都給了你的 那怎麼辦呢 那 這張卡 你就是 你本身有兩張卡 那你有兩張卡 或者可能是 這裏 兩張卡 那你就把這張卡 你先反轉 然後把剩下的卡 蓋住它 放給人 可能是放給他 放給他 那 本身如果這張是You are Sharon 的話 那他瞬間 就由一個好人 變成 一個人類變成了Sharon 就算他之前有兩張You are not Sharon 都變成Sharon 那 如果 但是如果你是一張You are not Sharon 那沒有變化 沒有什麼 那除非有些特殊的東西 那可能會有影響 那 基本上 整個遊戲 暫時來說 基本的流程 就是這樣 另外有些可能不同的東西 那 另外 如果review了之後 然後你再看回 看你把卡上面 一個review this card If you not in a break you may reduce morale by one 那譬如我review了 但我沒有坐牢的話 就要扣 morale 扣得到 morale 那所以 其實這遊戲是一隻Deduction Game 那你要一邊玩的時候 一邊留意一下 誰在插禍你的Crisis Crisis 有幾張是複數的卡 例如之前那樣 那樣 這麼糟糕的時候 到底是Destiny玩你一旁 還是真的有些Sharon 在裡面放了這些衰卡 搞你失敗了呢 那你要去想一下 誰是Sharon 然後我可以找到的話 再抓他坐牢 因為抓他坐牢的話 你看這些Sharon 這些卡 全部都是 坐牢的話 那他review的effect 就會消失了 另外他會是 少一些手牌 那樣 他如果review了的話 會少一些手牌 所以基本上 你要 都幾active 這樣去 抓一些Sharon出來 但相對地 你抓錯人的話 也有壞事 那例如 找了別人去break的話 那skill check的時候 他可以出一張卡 instead of 你有多少張 出多少張 那變成如果他是人類的話 你抓了他入坐牢的話 那變成他可以幫到你的機會低了 另外他自己也要sign action 才可以出回來 所以基本上是 要自己小心 怎樣去找一下 嘗試一下 去抓一些正確的人 進去坐牢 那樣 另外Expansion Pegasus 直接可以加一個airlock 那可以直接把人 打倒人 那 如果打倒人的話 直接會扣我 所以要自己留意 那 基本上呢 這遊戲就是這樣 基本上是流程 那我可能會 下集再講一下 有什麼加於Expansion 那我會再講一下 是怎樣影響這遊戲的 那多謝收看 如果有興趣 記得要留意一下 那另外 我們 如果你有興趣 玩Bot Game 可以上去Steam那裡看看 Table Topsimator 那可以買回來玩一下 那我都間中 基本上都會和朋友去玩的 那 看看 如果有興趣玩的 可以去我Facebook的Page 留言 我都會 對 看看我會 如果能夾到 有個局 又有空 就會約回來玩 那基本上 這集在這裡 下集我們再講Expansion的東西 好啦 就這樣 多謝收看 拜拜